爱情从餐桌上开始 也在餐桌上消逝 第一次约会 总是离不开餐桌 也许是两个人一起吃的一顿晚饭 也许是一杯咖啡 也许是喧闹酒吧里的一杯鸡尾酒 这样的第一次 我们总是很努力地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从此以后 我们在餐桌上共度无数的时光 当然 并不是每一次都快乐 有时我们会吵嘴 然后鼓着气 一句话也不说 我记得我在餐桌边流过了不少眼泪 但是 明天的明天 我们还是会一起吃饭 忘了流过的眼泪 忘了上一次 为什么吵架 直到一天 我们不再相爱了 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 变成了最后的晚餐 要是我们无可避免要吃最后的晚餐 和最后一瓶酒 我们会吃什么 又会在什么地方吃呢 每个人 每个人总是一点一点的喜事 有人说 只要把活着的每一天 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 并会快乐 并会快乐许多 可是 当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 根本就不可能把和他一起吃的每一顿饭 都当成是最后的晚餐 我们总是希望 永远没有最后晚餐 要是可以 我要一直跟你吃到永远 看着我们彼此在餐桌上渐渐的凋零 眼睛老了 看不到站单上的小痴 胃口小了 只能吃那么一点点 牙齿终于也掉光光了 我爱的人 终于会跟我一样 在餐桌边 一点一点的老去 到了那一天 我待会我还是 首先倒下去的那个人 就像认识你以后 我们一起吃的每顿饭那样 我喝不完的酒 这一天 你也替我干了吧 帮我 讲 bland你 有 топ 就像我这一天 我吃 en viel 你不就像我